这个机器是二合一的 带高压冷水和高压蒸汽 高压冷水可以打泡沫 蒸汽可以达到20公斤的压力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整个机身 我们工作人员先准备一下 一会儿我们洗一下车看看效果 这个整车机身是用电用工艺制作 然后不生锈 这个车是800瓦的大电机 然后有加力可以用来爬坡 我们看到这是个加力杆 可以用来爬坡用 顶上有个载物的架子 我们可以往上边放一些飞水收集垫 或者其他等等一些工具 我们看一下工作人员已经把这个东西给弄开了 里面有毛巾附带的机器 有毛巾 然后一些洗车用品 然后泡沫壶 然后海绵 等等 很多这个洗车用到的小零件 然后这个机器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 有一个内置的300升的大水箱 然后还有一个700瓦的这个吸尘器 这个吸尘器的那个接口就是可以通知 和电源接口一样 插到这个接口上 就可以用 好下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机器的蒸汽 蒸汽的那里燃气罐是在侧门可以打开 这边有个侧门 可以打开燃气罐 这个我们已经打开了就不做演示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蒸汽 一般蒸汽预热时间大概是一分钟就可以出蒸汽 这个蒸汽是20公斤的 也可以做成12公斤的 根据您的要求可以定制 内置300升的水箱 足够一天出去的清洗 避免了来回加水的这个过程 加力更方便我们爬坡使用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已经出蒸汽 我们可以用来洗车 车身比较脏啊 好我们开始清洗 蒸汽清洗是边起边操 抹布跟着蒸汽喷腔 这个蒸汽 是10米长的蒸汽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停车停得很远 也不影响咱们这个洗车 咱们现在看的是这个高压蒸汽 稍等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款机器的另一款功能 高压冷水 和它的一个喷泡沫的一个过程 我们也可以看到洗一个车的一面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都说蒸汽清洗车比较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洗车其实很快的 只是方法不对 好蒸汽我们就介绍到这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高压冷水 好我们把蒸汽取消掉 蒸汽取消掉 然后我们可以先按一下防冻按钮 把这个温度给降下去 先按一下防冻按钮 防冻呢 我们顺便介绍一下 防冻它有两个作用 一是可以用来排空管道和泵体里面或者水箱里面残余的水分 第二个作用就是它可以用来直接打高压冷水 也就是高压冷水功能 好我们先看一下 里面有一个切换开关 切换开关呢 我们可以把它切换到高压冷水那个地方 这个到时候说明书上会有介绍 切换到高压冷水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另一把喷枪来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高压冷水喷枪和枪管 同样也是10米了 好下面我们把高压冷水打开 只需要按一下最后一个防冻按钮就可以 开枪 然后机器启动 关枪 机器停止运行 而且这个枪 这个枪头是可以切换散状和这个柱状 方便切换 顺便我们介绍一下这下面的废水收集电 一组废水收集电是10个 然后4个卡这个轮子的 然后6个是直的 这个可以方便你出门移动洗车的时候 这个可以收集这些废水 以免城管说些什么 然后不让工作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泡沫壶 泡沫壶和这个枪 它这个快速接头 能方便的切换 好我们打一下泡沫 好调一下 哎 你看面包车这么宽 几乎一下子就可以了 这一壶泡沫洗20辆车都不成问题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节省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很方便 又省去了这什么 打泡沫机啊什么东西 好我们现在用高压冷水 不用泡沫 直接清洗一下 正常的步骤是用海绵再擦拭一遍 这个步骤我们就省略了 因为洗车大家都比较熟悉 这个高压冷水的压力是70公斤 足以满足我们正常的一个洗车要求 我们可以看到 飞水收集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已经把所有的飞水都收集了 好这就是咱们这个 闯王公司生产的高压冷水 高压蒸汽一体机 这个上面移动洗车机 这个机器呢它有三种功能 一是高压蒸汽二是高压冷水 最后一个就是它的吸尘功能 我们可以看到有个吸尘器 我们装上去测试一下这个吸尘器 它的一个吸力都说这移动洗车的 这个吸尘器没有任何力道 然后我们下面演示一下 安装方法很简单 插口直接插到另外一个充电口就行了 然后把管子接上去 好我们已经安装好了工作人员 下面我们测试一下这个机器的吸力 一个吸尘器 好我们打开打开开关 非常有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